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等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 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易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易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易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易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它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它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 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笔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下面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调医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个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验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 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泰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我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啊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啊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啊 直接点返回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BTC了 第五步呢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1万U 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1000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流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件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限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想等价格低一些来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限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限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 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二二年十一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 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 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双号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陆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陆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获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原创交将发布 交将发布 编指案 新春走机层 假期即将结束 返程迎来高方 外地打工的人 纷纷带着行李 踏上了工作返程的旅途 每当这时 背包和行李箱 总是被家人装得满满当当 也塞进了满满的牵挂 和沉甸甸的爱 骨囊囊的行囊 治好了香愁 对于在外工作的人来说 家乡独特的风味小吃 是抹不去的记忆 好多零食糖果都是我家孩子给我塞的 还给我带了我最爱吃的郑州的麻辣花生 说起打开鼓鼓的行李箱 陈崇有些犯难 哗啦啦 一打开行李箱 里面的糖果和家乡小吃就散落出来 据了解 陈崇是浙江海祥妖艺的高级工程师 在郊江已经生活了四年 此次从郑州返回郊江本来是乘坐飞机 但由于航班取消 临时抢不到票 选择了乘坐七个多小时的动车 提早返回郊江 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太短了 孩子由于学籍的关系 今年刚返回郑州上学了 妻子也回去照顾孩子 独自一人在外拼搏有时候也会有些心酸无奈冷冻品 俊暖了油子心 如今的网购和快递已经十分便利 但还是有不少人会亲手带上家人的关心 我从扬州过来的四个多小时的高铁 这个复春包子可能有些换了 这些腊肠也快换了 乌恒行李箱的一侧装满了大袋小袋的塑料袋 里面则是一些扬州特色的冷冻食品 还有母亲亲自做的香肠腊肉 我是打算来焦焦发展 我妈是把未尽的牢道都装进了我的行李箱 生怕我在焦江吃不惯 顾不好吴恒表示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快递 但母亲的心意自己不想辜负 虽然是冷冻食品 但看到却觉得很温暖 吴恒是一名职业律师 因为男友在焦江 而且焦江有着不错的人才政策 于是打算来焦江发展 父母虽然支持也难免有些不舍和挂念之情 我妈一开始都不知道焦江在哪里 我和她说开车都要七个小时左右 她没忍住哭了无恒不禁感慨道 出发当天 母亲把亲手做的香肠 腊肉等家乡的风味都塞进了她的行李箱 生怕路途遥远 这些冷冻食品都换了 又在外面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塑料袋 今年打算带母亲来一趟焦江 看看这座美食 时尚之城 希望她能够放心 吴恒说小编业语心 许琴在调研政务服务和数字政府建设时强调 高水平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高质量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张安顺参加哈尔滨市民大厦及省市区政务服务于一体 许琴来到这里 了解企业登记审批 便民为民服务 人才政策落实等情况 详细询问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流程 办理时效和创新举措 叮嘱相关部门要学习借鉴哈尔滨冰雪旅游经验 把冰雪旅游效应传导到各行业领域 把对游客的真诚热情服务拓展到群众和市场主体 让他们办事更放心更舒心更暖心 要广泛宣传龙江汇气利民的创新举措 持续展示龙江的优势亮点 树立良好心域形象 提升吸引力和竞争力 省政务服务大厅已进驻37个部门 1500亿个政务服务事项 被国务院确定为高校办成一件事 全国省级试点之一 许琴强调要用足用好政务服务平台 整合行政资源 优化审批流程 按照全方位进驻标准 推动审批事项应进进进 政务服务高校透明 打造便民立起的服务平台 深化改革的前沿阵地 营商环境的展示窗口 省领导郑安顺 于见及省值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 全省两会强调聚焦深化改革开放 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 抓住发展新机遇 增添发展新动力 拓展发展新空间 在新征程上书写更加精彩的 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实践表明向改革要动力 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向开放要活力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 促创新 才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这些年正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青海改革推动 开放带动 创新驱动能力不断增强 发展动力活力持续迸发 经济发展回升向好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民族团结结实稳固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政治生态全面加强 促使青海处在历史最好发展时期 但也要看到发展底子薄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仍是青海当前阶段性特征 必须直面问题 客难奋进 更加有力有效加以解决 实践表明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 越是要以更大勇气 更实举措 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局 醒引向更高境界 让改革开放这个根本动力 活力支援 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 迸发出更大能量 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 实践发展新要求 人民群众先期待 动真格敢碰硬 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 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 以制度创新全方位激发内生动力 要深刻领会 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进改革开放 为企业松绑 为创新除账 为活力护航 把大美青海发展的巨大潜力 和强大动能 充分释放出来 坚持依靠改革开放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要求我们必须从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和关键环节入手 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行改革之道 隔繁隔之币 开创新之门 要深化重点领域 改革攻坚 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制度 深化生意下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落实金融体制改革 深化园区改革创新 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深化集体林泉制度 农业水价租和改革 实施供销社培育壮大工程 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改进 提升行动 培育壮大省鼠龙头型 牵引行国有企业 积极为民营企业在发展上解忧 环境上解压 帮扶上解渴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落实支持高质量 共进一带一路八项行动 加快构建南下 西出开放大通道 突出内外貌一体化发展 开展投资中国青海行动 和青资号产品走出去行动 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有力有效破解发展难题 增强发展活力 后值发展优势 广州共青团开展2024年年为最广州新春搜福活动 千年志愿者在月秀西湖花市 意卖植物种子 传播节日气氛和绿色生态环保理念 广府新年为万事兴隆 灰春辞教 花都区迎春花市内 一群少先队员们忙得不亦乐乎 送您一个福 祝您福星高照 福气冲天 福禄双全 略显稚嫩的笔触写出的福字别有乐位 引得路人频频注目 另一边 红领机宣讲员正生情并茂地向大家介绍着广府年俗 广州人素有养花 赏花习俗 广州春节 行花街 也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过年行花街是我们广州独特的年素文化 也代表着我们这座城市的烟火器 有了年花年菊 年味采购正 青春人情味 隆情暖意 纳福贺心 大广高速旅田服务区内 货车司机小张 从青年志愿者手中领取到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福字 他郑重的将福贴在车头 笑着说这个寓意很好 人要平安到家 福气也要到家 除了辉航送福外 现场还提供江汤供应 路线指引 交通安全疏导 新年饰品赠送 应急药品供应等制约服务 让广大旅客的回家路充满暖意 天字码头 后船大厅礼 春莲 福字 中国节 轰突出浓郁的新年气息 来自山东微海的李小荣 是值班的工作人员 从老家来广州工作已经十年了 他也收到了广州公交集团团委送出的春节慰问福袋 很感谢团组织的关心和祝福 我觉得特别温暖 十年来 我从一名珠江游船服务员成长为蒋锦园 再到带领游船服务班组的领班 每年过年都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 但能够和同事们一起为广大市民 游客服务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接下来我也会一如既往坚守岗位 以下简称办法 从2月1日起实施 有效期五年 这是福建省首次制定专门的 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 办法里明确了 自由职业者和港澳台同胞 可缴存公积金 规定了缴存的 限高保底标准等问题 2.1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对象有哪些 在职职工有所在工作单位 缴存住房公积金 在本地就业的港澳台同胞 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 可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军队诱人单位及其文职人员 应当按照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有所在地 公积金中心统一管理 灵活就业人员个人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 具体办法由各地公积金管委会另行制定 Q2 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基数和比例是多少 办法理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是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不过也是有限度的 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基数的下限 为职工工作的社区城市最低工资标准 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基数的上限 为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办法规定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 应不高于12%且不应低于5% 单位可以在该范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 Q3 刚刚入职了新单位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怎么定呢? 新录用的职工 从录用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为录用当月工资或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录用当月工作为足月的按照折算后的全域工资作为缴存基数 Q4 职工每月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基额是怎么计算的?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包括单位缴存部分和职工缴存部分 分别为职工缴存基数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实行以缴为单位缴以下四手五入 一 2023年度某式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月缴存基数的上限为28,062元 下限为1,960元 另一 若A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29,200元 高于2023年度月缴存基数的上限 则该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一按照28,062元的上限计算 其月缴存额上限为6,734元 不得高于该上限 若B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1,780元 低于该市月最低工资标准 则该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一按该市月最低工资标准 1,960元的下限计算 其月缴存额下限为196元 不得低于该下限 第二 若C职工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为28,062元 达到2023年度月缴存基数上限 如果单位缴存比例为12% 那么单位和职工每月的缴存额分别为3,367元 该职工的月缴存总额为3,367加3,367等于6,734元 第三,若D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该市月最低工资标准1,960元 如果缴存比例为5%,那么单位和职工每月的缴存额分别为98元 该职工的月缴存总额为98加98等于196元 例四 若一职工按照工资总额统计口径计算出上年度月平均为工资17,000元 鉴于月缴存基数上限和下限之间 如果缴存比例为10% 则该职工应按照月缴存基数17,000元的标准计算 其月缴存额为1700加1700等于3400元 如果单位遇到困难,公积金缴不上怎么办? 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却有困难的,经过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 可以申请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缴缴住房公积金 但是每次降低缴存比例,缴缴的期限都不能超过一年 当单位经济效益好转或者降低缴存比例 缴缴到期后,降低缴存比例的应当恢复至正常比例 缴缴的应当恢复正常缴存并补缴缴缴的住房公积金 还需要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缴缴的就需要重新申请 Q6 如果单位解散或者破产了,职工的权益有保障吗? 办法里规定,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 应当为职工补缴缴缴和少缴的住房公积金 单位合并,分立时无力补缴的 应当在办理有关手续前明确不较责任主体 单位撤销,解散,破产时 应当依法清偿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 公积金,作为国家法定的一项住房保障制度 为每位劳动者提供了稳定安全的住房资金保障 那么,是否有福州的小伙伴想查询公积金余额 想了解自己的公积金缴纳基数缴存比例 或是想提取住房公积金 该如何方便会计的查询或办理自己的公积金业务呢? 其实很简单,只需打开一福州APP 在首页点击五显一金 选择公积金服务 选择业务办理或其他项目 选择你所需要查询或办理的业务 按系统提示操作即可 是不是特别简单呢?